谈许老法师跟我们说的 地形活上那个土地过路江 也是三年 也很厉害 临走的时候也是站着走的 平常照顾他日常生活的一个老居士 老太太 给他烧饭给他洗衣服 他只是在头一天给老太太讲 明天不要替我烧饭了 老太太也听不懂 以为明天有人请他吃饭 到第二天上午 不放心到庙里来看看 看看师父在不在 为什么今天中午不要烧饭 到庙里一看 看到师父也站在佛像前面 喊他不答应 仔细一看 死了 从来没有看到人是站着死的 这吓了一跳 就找了一些佛友们 啊 那师父死了 那师父死了 站住 还站在那里 大家来看 看了之后 赶紧跟地先老和尚报信 那地先老和尚土地吗 那时候没有交通工具 走路去啊 一哥往返三天 地先发自来 他站了三天 老和尚去他办后死 为什么呢 对这个事件 丝毫留念都没有了 接着